大家好,歡迎收看時事101 我是陳心瑜 獻動著全美人心的波士頓馬拉松連環爆炸恐襲 發生已經兩個星期 兩名兇徒一死一重傷落網 調查人員已經掌握今次襲擊的相關細節 由評論認為今次的兇徒手法相當業餘 不只是有組織活動 又說不能在被告未經審訊之前 就用種族偏見來看待被告 另一方面,今次事件也反映出 現今社交網絡科技的力量 可以說是破案的關鍵 每年在愛國者日舉行 已經第一把17屆的波士頓馬拉松城市 4月15號星期一在支持者歡呼聲中 突然兩次爆炸巨響 頓時變成導致3死200多人傷的慘劇 而在死者當中 包括年僅8歲的馬丁里查德 餐廳經理坎貝爾 和23歲的中國留學生呂令子 總統奧巴馬事發後 更特地為他們舉行追思儀式 一場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追捕行動 隨即在波士頓展開 這次緝空 總統奧巴馬稱讚聯邦調查局 和波士頓警方行動迅速 兩名疑犯信職落網 26歲的哥哥塔莫蘭 和19歲的弟弟喬哈 君信奉穆斯林 弟弟更加是美國公民 重暢留意的疑犯喬哈向警方公稱 因為兄弟二人憎恨美國 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出兵 而產生報復行為 此事件與境外組織無關 他們甚至計劃前赴紐約 在時報廣場發動襲擊 但兩名疑犯的穆斯林背景 似乎已經被一些人認定為犯案的主因 到底這個是不是事實的真相呢 在三藩市州立大學 專門研究恐怖主義的教授 David Fisher表示 塔莫蘭和喬哈是獨行俠 是兩個粉絲窒族的孩子 利用極端的聖戰主義引起主義 成為英雄 他認為兩人手法業餘 炸彈非常簡陋和容易製造 他們沒有努力遮蓋自己的臉 如果你是真正的敵人 有人被訓練 你會確保你被製造 或你不能被看見 他們沒有努力避開 他們沒有避開計劃 所以這全都提出了幾個孩子 誰真的沒有想到 他們會做的 另外 柏克萊加大公共政策教授 Jack Gray Sir就指出 恐襲發生後 外界必須警惕 不應該在調查未水落石出之前 就對疑犯的身份進行逐銳定刑 而有學者就認為 社交媒體和資訊科技的發達 在今次爆炸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有助警方緝空 三藩市州立大學傳理系教授 Mirian Smith就指出 1963年前總統金乃迪刺殺案發生的時候 相機和錄影機都未普及 現場的錄像只有一段 而隨著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 資訊傳播亦都越來越發達 今次爆炸案現場 就有數以百計的錄像 和不計其數的照片 令執法當局可以集中目標 確認現場遺下的背包為可疑、物品 從而可以迅速確認兩名疑犯的身份 破和今次爆炸案 普遍認為美國的媒體也應該記一功 除了緊貼報導事態發展 在事發之後 又大幅廣泛宣傳移空的影片 幫助當局緝空 但在過程中亦發生了小插曲 有線電視新聞網 在警方仍在搜尋疑空的時候 就錯誤向外界發布消息 指兇徒已經落網 令到傳播媒體訊息的真確性和可信性 再次備受質疑 兇徒被擒 波士頓民眾上街歡呼 不過無論是政府、社會大眾或媒體 透過波士頓爆炸案 相信或多或少都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反思 究竟是極端的宗教思想 而導致一些人迷信了暴力 還是我們本來就是生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 以暴亦暴 又是否解決暴力的最終方法 多謝您收睇今日的時事101 我是陳心瑜